HELLO 大家好 我是香菜 今天呢 我又要來做一個簡易的貓咪玩具 這個玩具是我之前有在網路上看過的 那它看起來就是可以很簡單的用紙箱做出來的玩具 所以這次我就想自己動手來做做看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一個小的紙箱 一把美工刀 一支筆 一個乒乓球 一個畫園的工具 膠帶或白膠等等用來固定的工具 還有一隻拿來試用的貓咪 首先因為我找來的紙箱太大了 所以要先把它調整成寬扁的形狀 裡面這裡面也比較好燙 裡面這裡面也比較好燙 啊 我這樣是不是會割到下面那個 啊 割到了 耶 事故 啊 那這樣就會割到桌子耶 有沒有切割墊 啊 我把這個割下來當切割墊 我這裡就是這樣做的 我現在怎麼忘了呢 好棒喔 果然有朋友在這樣會這樣 啊 啊 啊 事故到了 沒關係 如果要入網拍的箱子的話 我們還是會有很多的 妳的我 不找呢 什麼 那不是妳的嗎 那是我的 好厲害是妳的 如果挑選的紙箱大小剛好 就可以跳過這些了 這個高度好像還是太高了 他們手手不知道撥撥到平行球 所以我決定在把它切一半 所以大家要慎選紙箱 選一塊要拿來挖洞的紙板 把它翻過來開始畫圓 在那邊 來挖洞 才下 才下 接著就可以開始把機械圓切下來囉 完工 直接可以幹嘛 直接黏成一個好像可以給他們玩 最後把盒子組裝起來 那我自己是用白膠還有膠帶來固定啦 固定好就完成囉 再一 acabar氣 蒜蒜 讓你把火的花園完成 雷 都掉了 你ighs 開ys 哦 ат 那其實後來我發現裡面放的球啊 最好是那種就是有鈴鐺鈴鐺球他們比較會玩 乒乓球雖然也是會玩啦 但是吸引力好像沒有那麼大 然後一般那種比較小的紙盒啊 或是那種柱狀的長條形的紙盒 應該也都是可以做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朋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討論你的看法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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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